没有利点的太极拳是没有主见和立场的表现 其一招一式只是漫无目的的造型 找对利点的正确位置和符合利点的结构支撑 是演练太极拳的重点 各位拳友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潜谈太极拳中的净利点 作者 傅清拳 摘自杨家传太极拳体用秘法一书 太极拳术的拳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拳术要求的精准与科学 来源于每个环节的面面俱到 和一丝不苟 一处失误可能导致一损俱损 故而对身体的把握和控制的难度 可能并不亚于建造一台高技术含量的设备 容不得半点偏差 否则其功能和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这里要重点谈的一点就是 太极拳的利点的认识和把握 众所周知 太极拳是一门寄金艺术 积极讲究的是工与房 艺术则是最优化的工房技巧 而利点是太极拳工房的必然接触点 你的一招一式 并不是简单的造型和表演 而是一种手段 需要用你的力 去克制对方对你的控制 所以你的利点表明了你的立场 或拒绝 或平衡 或攻击对方 而保持自己系统的完整和坚固 可见没有利点的太极拳 是没有主见和立场的表现 其一招一式只是漫无目的的造型 既然知道了要有利点 怎样找对利点的正确位置 和符合利点的结构支撑 是演练太极拳的重点 首先 利点位置是了解对方意图 或破绽后找到的最有效的破解点 而施加的利 而这个利的施加 并非局部的孤军作战 而是靠周深严谨的结构 和内在意识 做充分支持的协同 这个协同可非同一般 它可以汇集全身的力量 加上巧妙的物理学原理 成倍甚至十几倍的提升力量的强度 以达到令人震撼的效果 哪怕看似简单的启示动作 就包含了许多巧妙的利点技巧 一个看似最不复杂的直立下按定式 却大有文章 你做的并不是一个只有局部没有整体 或只有整体没有局部的招式 局部讲的是 你必须有利点并固定在掌根外侧 而整体讲的是你的腕形 B形 背形 腰形直至腿形 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的传导链 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力量传输系统 得到此传输系统支援后的手掌力点才能形成你意想不到的力量 从而达到预期的攻防效果 其实每一个太极招式都是局部与整体的完美结合 当然 这里提到的完美结合的周深知识结构则是一个复杂而细微的工程 只有在不断学习和体会 如果有台计算机来统计和描述这些规范要求的数据 肯定是一系列的复杂数字的组合 这里会涉及物理学 生理学的知识 甚至一些目前未知的人体潜能的知识 同时 我们再要谈的是 力点并不是僵制和固定不变的一点 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变化却又从不中断的连续过程 两个或多个太极系统在碰撞作用过程中 为了适应对方变化做出最佳反应后会形成新的应对系统 新的应对系统则产生新的力点或新的结构 这是积极攻防的范围到了一定限度后必须做出的一种转换 形成新的对应招式和克制力点 这一点大家在太极推手中一定深有体会 你在进攻和防守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你的身体结构形态 以适应对手的企图 你的力可攻可防可化 但不会一路到底 一成不变 你可以乘胜追击 但绝不会飞蛾扑火 孤注一掷 你可以舍己从人 但绝不会丧失底线 毫无原则 在太极拳的套路中典型的则是匀手 随着双手的左右移动 力点在不断的变换以应对对手对你的控制 力点从掌弯外侧到内侧循环往复 同时你需配合身体的缠转 用腿 腰 背的力量协同手上的棚 按 踩 列的动作 满足不同阶段积极的需要 同时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缠转 是太极重要的精髓 即通常讲的缠丝镜 力点的转化和力量的传输 往往是通过身体和手臂的缠转来实现的 从而保证力点的转换是连续而不丢失 如果你固执地把力点停留在一处不变 你必定会走进一条死胡同 最后 力点的重要性不仅仅在积极上 在锻炼身体的有效部位 在培养大脑意识活动能力上 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请你用一颗一丝不苟的心 去体会探索太极的奥秘 走进一片豁然开朗的新境界